但是過完溫馨的母親節之後呢 當然要敬一下 我們國民英俊的義務啦 就是要好好來繳稅 到底這個繳稅劑 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請看 裴正姐 我們差不多要錄影了 好喔 妳在看什麼 我又要繳房屋稅 我在看繳款書 我記得這邊附近有郵局 妳錄完營可以直接去繳一繳 又到了五月繳稅季了 收到房屋稅繳款書 是可以到郵局繳稅的嗎 所以到底能不能去郵局繳稅呢 請舉牌 是可以還是不行 莎莎歐 兩票兩票 一半一半 怎麼說 一定可以 因為以前沒有便利商店繳費 或是手機 像現在手機很方便 那以前沒有的時候 妳不去郵局繳 妳要去哪裡繳 所以妳講的是很久以前 對 傳統一小時後的 對 傳統 泰西小瓜說不是 不可以 因為我記得就是 妳可以在四大便利商商繳費 就因為繳款書上有寫 它可以線上繳 那或者是信用卡 但是就是沒有看到有郵局 真的嗎 但是因為 因為像我就是 不會跑郵局的人 現在就是都是在便利商店 都可以直接繳費的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沒有郵局這個選項 郵局不能繳嗎 郵局應該只能寄東西 寄件已經過滿了 還可以存檢 對啊 還要幫忙 對 郵局功能有這麼少嗎 郵局對我來說很萬能 對 什麼都可以 郵局什麼都可以 那蔡老師你也覺得不行 因為我覺得郵局的業務 已經夠多了 所以當時我在查詢 網路上的資訊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好特別喔 郵局寫了它可以提供的 超多服務 但就是沒有這個服務 所以印象深刻 真的喔 所以他們都有認真看交款書 那小方覺得是可以的 對 因為我覺得 我們學生生在就開始有郵局 對啊 那你 而且到處都有郵局 然後我們每戶都要找房屋 所以那一定會去到 很多這個郵局 方便繳納就好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可以的 剛剛一半一半 一半 兩票 二對二 答案是 答案 錯的 不行的 什麼 好 那我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一下 正確的交稅 答案是 好 有 晶片金融卡 信用卡 金融機構 郵局不再收 你看這邊就寫 對 要注意看 郵局貓連收 特別寫 所以很多人不以為 對 就小心 不小心去到那邊 還有 火期存款帳戶轉帳 長期約定帳戶轉帳 自動櫃圓期轉帳 便利三店 那今年有新增這一項 這是新的 對 你看 NEW NEW 對 用電子支付的帳戶 來繳稅 這是最新的 而且它還有 一化的妙招 現在這個一化繳納方式 也非常簡單 你只要用手機掃描 繳款書上面的 QR Code 你一掃上去 它完全就是可以跳出 怎麼樣繳稅的步驟 你就跟著步驟走 就很簡單 手機就可以搞定了 而且現在疫情期間 不需要更多 就突然都能接觸 因為之前我有一個朋友 他真的很好笑 他就是看到繳稅書 繳款書 他就直接跑去便利商店 就直接把錢就付了 然後繳完稅之後 然後他回到家之後 怎麼又有一張 怎麼還有 怎麼還有 繳那麼多稅 對 後來發現 他繳錯了 他剛剛繳的是 他們隔壁鄰居的 真的 他都沒有看 就是用繳就去繳 因為太方便 怎麼辦 還算是怎麼辦 還好平常 他就是做人還不錯 有守望相助 所以他跟鄰居說 不好意思 我先幫你繳筷 什麼 鄰居應該覺得 他想幾點還是怎樣 對 但鄰居就很好心 後來又把這個錢還他 那就好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大家注意看 所以拿到繳款書的時候 要一定要確認名字 還有金額 對 那如果這些有問題的話 可以打電話 詢問你的 地方稅激增機關 真的嗎 謝謝你真的對我們好瞭解 連地方稅激增機關 他都知道 剛才學會了 對 但我發現 對 發現他這有個貼心的叮嚀 什麼地方 他說受疫情影響 可以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 這麼棒 對 去年也有這個 我記得 那因為這個是 就是貼心的提醒 但是你也知道 很多人會想說 奇怪 我怎麼都沒有收到繳款書 不用繳吧 應該是不用繳了吧 休想 不要抱著這繳性的態度 所以你就不去繳 給我去繳 一定會抓 你如果覺得奇怪 你怎麼都沒收到 你去線上查繳稅的方式 或者是到我們的便利商店 多媒體資訊機去查繳稅 這種多媒體資訊機 到處都有 在便利商店裡面 你趕快問那個店員 他都會教你怎麼用 很簡單 但最重要的是 就是要提醒大家 在五月三十一號 五月底以前一定要繳 好嗎 因為繳納的管道 非常的多元化 輕鬆 方便 對不對 隨便一種方式都可以繳 千萬不要拖延 那如果你們 對於一次搞定 這個節目的內容 有興趣的話 可以搜尋我們的粉絲專頁 然後記得按讚 好的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一次搞定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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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